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可谓是甜到人们心砍上了 肖战罕见的瑞峰眼和黄金比例的五官 走到哪里都一副霸总的气息 杨子活泼可爱的性格 总是给人凌家少女的感觉 两人站在一起让人很难不可及CP 众所周知 除了王一博没人能和肖战组成CP感 而冷冰冰的肖战在遇到杨子之后 整个人都阳光起来 看着对面浑身上下都充斥着少女感的杨子 肖战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多了几倍 甚至在杨子面前好有点紧张 而杨子面对肖战的热情也没有逃避 亲自为肖战唱生日歌 两人私下的动作比剧里还要甜 在剧组时 肖战经常跑到杨子身边打闹 还会伸手为杨子遮太阳 这样暧昧的动作 让人很难不怀疑两人假戏真做了 国内的言情剧也逃脱了不了八级笔请问定律 当杨子被问道 和高颜值肖战拍吻戏不会心动吗 杨子也不毫不掩饰红着脸说 和肖战那么优秀的男演员合作 说不心动都是骗人的 听到杨子这样的回答 一旁的肖战可谓是不淡定了 看到两人戏里戏外都那么甜蜜 不少网友也希望两人能成真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好杨子和肖战这对CP吗 活泼可爱的杨子走到哪里都笑声一片 矜持和文静在杨子身上可谓是一点都看不到 可爱的鹅蛋脸配上一双会发光的大眼睛 让杨子从小到大都少女感十足 尽管曾经因为演技和胖嘟嘟的脸蛋 遭到很长一段时间的质疑声 但杨子并没有就此消沉 反而更加努力地去证明自己 笑呵呵地去面对演艺路上的坎坷 性格开朗的他经常和剧里的男演员打成一片 被称为异性缘最好的女明星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杨子 无论多么有CP感男艺人 最后都会和杨子出哥们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曾经那个被嘲笑的小女孩 已经蜕变成实力派演员 一步又一步经典的戏呈献给大家 杨子的这份乐观也在一步步感染着肖战 两人在余生情指教剧组中 可谓是甜的让人羡慕了 肖战是圈内出了名的高颜值 挺拔的身材配上秀奇的脸庞 很像书里走出来的主角 就是这样一位小说男主 也抵挡不住杨子那精灵古怪的魅力 肖战在遇到爱笑的杨子后 自己的嘴角也时常仰起 和杨子在一起时 肖战的眼神就会一直看着侧面的杨子 在晚会上还会亲自帮杨子提裙子 要知道肖战对待圈内其他女艺人都是敬而远之 可偏偏到了杨子这里 就打破了自己的底线 难逃杨子的魅力 一次杨子在镜头面前摆弄身姿 一边抚摸着头发 一边比划着腰线 还不忘骄傲地问着肖战 难道我那么瘦还不够美吗 看到肖战在一旁笑到前仰后翻的反应 简直承包了我一年的笑点了 两人年纪相仿 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如此适合的两个人 不知道会不会走在一起 长相可爱性格开朗的杨子 其实要想脱单是分分钟的事情 只不过杨子一直没等到 那个适合自己的白马王子 杨子大大咧咧的性格 一不小心就和男演员出成了哥们 虽然之前杨子拍过不少偶像剧 在戏里也和男演员填的四米 然而到了戏外 杨子那豪放的性格 让不少男演员招架不住 一度和杨子处成了好兄弟 然而肖战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杨子CP变哥们的魔咒 两人在剧组的互动 让不少粉丝惊呼肖战就是小猴子的白马王子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杨子对肖战并无二样 然而在一些小细节却藏着对肖战喜欢 特别是两人站在舞台上 杨子眼神时刻追随着肖战的小动作 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 肖战在经历了三年的血藏后 整个人都更加成熟稳重 这份成熟正和小猴子的胃口 两人年纪相仿 性格也很合适 如今那个蹦蹦跳跳的杨子已经奔三 家里不少人催婚 有一次杨子妈妈打电话过来 称肖战是很好的女婿 杨子无意间回复道 我难道不知道吗 只是她还不想谈恋爱而已 这样直白的回答让肖战都不淡定了 粉丝更是把这对CP锁死了 那么你觉得肖战会和杨子走到一起吗